太阳餐店良心推荐 这是我们2021年烤鸭之旅的第二期 今天我们来的是花香桥 带您探一探鸭王 在烤鸭里头称王称霸的店 除了烤鸭 听说他们家还有一道特别厉害的龙虾豆腐 走 带您吃烤鸭去 又来了鸭王 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来过一期 后来那天跟老板聊天 老板说换菜谱了 所以我们就来了 确实是换菜谱了 上来的菜这个样子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这是老板跟我们强烈推荐的 对吧 龙虾炖豆腐 这个菜可就有意思了 米其林餐厅出品 这是米其林餐厅研究出来的菜 然后他们学来了 你别看上来是一只龙虾 但实际上这是两只龙虾做的 第一只龙虾先熬汤 然后再用汤去炖豆腐 炖完豆腐以后 再给你里头再放点龙虾肉 这是两份 所以咱们先 这不就是有钱人的吃龙虾吃法 吃一只扔一只吗 人家没扔 人家是熬成汤 对吧 那虾肉给你了吗 没有 那不得了吗 就是吃一只扔一只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先尝一尝 我闻上去是川菜的那种味 有点麻辣味 整个它花椒跟辣椒的味道 配上豆腐的滑嫩真的很好 而且滋味很足 龙虾肉也很嫩 就不是那种蒸得很过的龙虾 没有什么水分 龙虾肉还很嫩 而且里头汁水还很足够 这好吃真的 除了比较贵 别的没毛病 398 应该是我们今天点的最贵的一道菜 牛油果藜麦沙拉 哇塞 好多里麦 这个东西太健康了 八十八块钱一份 里麦牛油果沙拉 我能倒多少 这反正是主要你吃 他们家菜品 这次换完以后 我觉得 好吃的挺多呀 让你看着到你就全倒了 那我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它倒下去的吗 你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牛油果现在可贵了 神圣小妹买了四个牛油果多少钱 你跟大家汇报一下 不 反正一般外卖的那种青石沙拉里面 就给几小片牛油果 然后卖好几十块钱 别说别的 就它这沙拉酱好吃 这个沙拉酱好吃到什么程度 好吃到我觉得牛油果都好吃了 我觉得它这个沙拉酱应该是千岛酱跟蛋黄酱混合起来的 这个好厉害呀 山楂鹅肝 鹅肝在哪呢 哦 在里面 就是外边非常有韧性 然后里头是鹅肝的那种软糯 鹅肝的油脂的香气跟山楂片这种水果的香气配合在一起 还真挺好吃的 这个菜就是你吃完了还在流口水 这张纳年春天的茄子 我闻上去就是焦香味 哇好吃 外口很脆 然后有芝麻的这个香味 吃起来有点姜米条那个口感 但是整个里头还是茄子那种香味 吸满了油脂 既然叫鸭王 那肯定少不了烤鸭 这个鸭王的烤鸭 这就是新派的酥不腻 而且全都是这种北京白鸭 大概一支是四斤四两到四斤六两 就是严格控制体重 这在烤鸭里头算二等鸭 就一等鸭是四斤八两左右的 那就是很大的那种 但这个算是二等鸭 但是油脂它量也很高 只不过这个油吃起来很香 它比全聚德鸭皮更嫩 全聚德鸭皮吃起来是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脆来形容 但这个就很嫩 吃起来就是是酥的 我觉得它这个烤鸭鸭肉非常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全聚德吃也没有这个感觉 一个鸭卷吃在嘴里头 你会觉得口腔里头全都是鸭肉的香味 我主要试试卷薄荷叶什么味 薄荷叶 我尝一下 这种好吃 薄荷的清香 有一说一 鸭王的烤鸭 你看起来卖相不如全聚德的 但我觉得味道真的要比全聚德那个 香 真的就是满嘴都是鸭肉的香味 我觉得这个好神奇 鸭王烤鸭店的师傅也都是全聚德出来的 所以整个烤鸭还是偏全聚德那一系的 而且他们家门口有一个挂炉 你可以现场制作一下 像我刚才不就是现场从里头取了一只 这叫四大金刚 就是用这吊炉烧饼 加这些东西吃 这个烧饼 哇塞 那个炉子太有意思了 刚才我们去看了一眼 反过来把这些饼都贴在炉壁上都烤出来了 而且聚软和 哇好香全是麦香味 这必须得加咸菜汁 不知道咸不咸先加一口尝尝 再来两根鲜里面 哇这烧饼吃起来是有点微微的甜味 然后上面这个芝麻的香气 你嚼在嘴里是越嚼越香 我这烧饼好吃 避风堂鸭架 我们去很多店里的吃烤鸭 最后都是非常期待他们鸭架的做法 但是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避风堂鸭架 还之前还真没吃过 仅次于我们家的炒鸭架子 它这个真的好吃 就是整个鸭子回去又过油炸过 所以很酥吃起来 而且这个滋味很浓 黑椒牛肉里 这用的可是和牛 我闻上去浓浓的黑椒的香味 首先很嫩 而且牛肉的香味很浓 而且在肉的纤维里头 你是能吃到肥肉的口感的 就证明它真的是有血花纹理的那种 盐菊海螺 盐 好吃 整个这个海螺的鲜味 配上它上面这个蒜蓉的这种香味 好吃 这个好吃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今天请亲戚吃饭 大概一共10个人 花了1656 在这个鸭王里头选了一个比较大的包厢 然后现在就剩我跟摄影小妹 我们两个人 他们都已经走了 就是跟亲戚吃饭 你就不好意思让他们等 所以我们就站了一个小脚 一边拍一边录 然后他们吃他们的 最推荐的就是龙虾豆腐 398 就你说它贵 它挺贵的 但是味道真的好 两只龙虾做一道菜 虽然你只吃到了一只 对不对 但是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而且它这豆腐既有麻婆豆腐的麻辣 又有龙虾的鲜味 我这个超级好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四大金刚 就是这四个挂炉烧饼 我这烧饼真的绝了 我觉得没有吃到过哪家的烧饼比这个好吃 又酥又软 就外壳很酥 里边很软 奶香味 加上一点点椒盐的味儿 配成芝麻的香气 这个烧饼真的好吃 这烧饼我们后来又加了一份 因为10个人他只给了5个 这叫什么盐焗角螺198 这个也算比较贵 但整个角螺吃起来肉质非常Q弹 然后也很鲜 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不好弄出来 葱爆雪花牛肉粒 和牛的牛小排 让整个牛肉的感觉提升了很大一块 而且块真的不小 吃起来很香 对不对 那年秋天的茄子 我觉得他们家其实都挺好的 就是这么多菜 我觉得味道都不错 那年秋天的茄子也不错 然后还有两个凉菜 山楂鹅干跟牛油果沙 味道都不错 鹅干这种脂肪的香味 配上果丹皮的这种果香 配合起来真的很好 这个菜最大特点就是吃完了还在流口水 这个好厉害 我现在还在流口水 然后最后就是烤鸭 鸭王的烤鸭确实还是很厉害的 毕竟是一个叫鸭的饭馆 烤鸭还值得点的 而且我自己觉得 它的烤鸭吃起来是要比全聚德的烤鸭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给我的感觉 真的就是它的烤鸭吃起来比全聚德烤鸭还香 而且他们家的鸭架子 避风腾鸭架子味道也很好 我觉得来这家 你必须得点个烤鸭 228一套 而且拿着我的视频来烤鸭七九折 一只烤鸭还能省个四十五六块钱 也就喝一百七八十块钱一只 我觉得一百七八十块钱一只的烤鸭 能做到这个水平就已经很厉害了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餐店 这是我们2021年烤鸭之旅的第二期 北京摊店拿家禽 家境贫寒许太阳 拜拜 十个人 一千六百块钱 Let's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